望着牢房断裂的门锁,各处牢房内的十余人都愣着,有些不敢相信。 被关押在这里,非富极贵,代表他们都还能被压榨出油水来。 实力大多不会太弱。 好几位都是武师,即使大多被残害受伤,可也能爆发数千尽力,几乎都尝试四扯门锁,栅栏,皆无用。 而神秘的青铜面具男子,刷刷十余刀,竟就劈开了十多道门锁,且不伤栅栏丝毫。 这得多强的实力,多高明的控制力。 他拿的那柄开山刀,好像是猎虎帮帮主杨龙的刀。 忽然声音从一处牢房中响起,兵器为武者第二生命,怎会遗弃? 难不成杨龙死了? 这里的守卫呢? 也不见了。 刚才,外面可一直有战斗声响,不久前,这青铜面具人也进来过一次。 猎虎帮,真覆灭了。 球院中的众人,好几位眼界见识也都不凡,迅速推演出了一部分事情真相。 终于,狂友依穿着破烂紫袍的青年推开了牢门,小心翼翼踏出了第一步。 跟着是第二步,他虽受着伤,可行走速度越来越快,很快冲到了院子门口,吃力地打开铁制大门。 推开,外面,火光冲天,隐约可见不远处破碎的院墙,但没有任何动静。 都走了,猎虎帮帮众,都不见了。 紫袍青年压低着声音,回头激动道,得救了,我们得救了。 旋即,他再不停留,头也不回冲出了球院。 快走,逃吧,逃出去。 见状,各处囚牢中的人也不再犹豫,更顾不得天色漆黑,纷纷打开牢门冲向了球院外。 这些人中,自然包括浑身血迹,满是伤害的吴启明。 他的实力在被关押的众人中属强盗,可自近来以来受到的刑罚也最重。 得救了,吴启明有些发懵,即使知道可能有危险,但他依旧吃力起身。 行走间,都有些亮窍,走出了牢门,又走出球院。 在球院的这几日,是他的噩梦,不愿停留半分。 走这边,吴启明咬了下舌尖,努力使自己清醒,他并非是被抓来的,而是主动来到猎虎帮大寨的,所以知道一些山寨构造。 吃力地向大门走去,沿途,他见到了那坍塌的房屋庭院,那满式的尸体,还有不远处正不断燃烧的火焰。 大寨四周高强,损伤很小。 猎虎帮,是被高手直接吐进了大寨内部。 玄机被硬生生杀败了,吴启明按惊,所见尸体,都是猎虎帮的。 难不成,进攻者一个人没死,他不敢想象,这得多强的实力。 终于,吴启明走出了大寨,这时候,大部分猎虎帮帮众,求愿众人都已逃离了大寨。 忽然,忽,一道幻影从黑暗中闪过,瞬间移动到了吴启明身前,吓了他一大跳。 钱,钱贝,吴启明,惊惧望着来人,头戴青铜面具,赫然是之前劈开了球员大门的神秘高手,实力超乎吴启明想象。 别动,青铜面具人声音沙哑,我带你走。 说吧,不带吴启明反应,一双有力手臂已夹住了他。 跟着,吴启明就感觉自己飞了起来。 顿时,吴启明败,不是自己飞起来,而是那位神秘高手正带着自己飞奔跳跃,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可吴启明依旧能感到一阵阵风呼啸而过,耳边不时响起野兽的尖叫,树木的振战。 好快!行进速度,比吴启明实力巅峰时在平地奔跑还是迅猛。 在这神秘高手眼中,仿佛都看清黑暗中的一切,山式树木乃至山壁都仿佛不是阻碍。 二流高手 吴启明心中震惊,他乃是六品武师,见识过不少三流高手的实力,都远远不及这位神秘高手。 而二流高手,都是黎城镜内有名的大人物。 甚至于,吴启明觉得,自己曾见过的几位二流高手,都未必有这位神秘高手厉害。 可一流高手,吴启明不敢想。 须知,整个黎城镜,现如今一位一流高手都没有,数量何等稀少。 一流高手,岂会来小小的猎虎帮总舵。 况且,除震惊于这位神秘高手实力,吴启明更疑惑的是,这位高手为何会单独带自己走? 求愿其他人呢? 就仿佛,对方是专程来救自己。 呼! 仅仅一刻钟,青铜面具人就带着吴启明连续翻越了数个山头,来到了九云山脉下。 喷! 吴启明只觉浑身一清,跟着就落到了草地上,不远处已约是一条泥泞道路。 谨记! 别泄露我的存在,一旦泄露,灭族杀身别怪我没提醒。 青铜面具人神秘冷漠,好自为之。 不带吴启明回话。 搜! 青铜面具人身形一动,已消失在无尽黑暗中,留下错愕不解的吴启明,灭族杀身之祸。 吴启明暗道,看样子,这位神秘高手认识我的,带我下山并非偶然,不让我泄露,是这位神秘高手有大敌人。 谁帮我? 难道是徐府的敌人? 吴启明思索着,他想半天,依旧想不出,自己认识的哪位亲友,能行动这样恐怖的舞蹈强者。 他没有想过吴渊? 首先身高体型,声音完全不同,其次在他心中吴渊指士族内一个不错的小家伙,根本不会去联想。 这位高手的话必须听,吴启明做出决定,况且,猎虎帮覆灭,是大事,定会掀起滔天波浪。 只希望,徐府能就此罢手,别再多事。 吴启明回想起那位二当家对自己说的话,拿人钱财,不知主动还回,竟还敢讨价还价。 如此不识去,那就将你们识去。 毫无疑问,背后只是猎虎帮队无视动手的,是镇守将军府。 不知,族内现在情况如何。 吴启明心中颇为担忧,希望别出事。 吴启明不再多想。 他吃力走到关道上,稍一辨别方向,便沿关道向着离城的方向走去。 带族长下山,是为避免族长途中遭遇猎虎帮四散的帮众,已是极限。 吴渊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族长一瘸一拐离去。 他不愿暴露此行视为救族长。 也不想让族长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份,至少眼下不想暴露。 融合了前身记忆,感情,加上这数月来的经历,令吴渊颇为感激族长吴启明,也很重视这份情。 可这不代表吴渊要将自己所有秘密告知对方。 况且,一想到那一似天才地宝的青色玉瓶,神秘令牌,吴渊就感到棘手。 事关重大,现在的我,实力不够,还扛不住。 吴渊暗道,况且,我一个人,实力在强,即使是天榜高手,又岂能随时随地互助全族。 吴渊微微摇头,他忽然有些明白,为何一些强者总要加入大势力,建立自己的组织。 人多,力量大,一些俗世杂物,根本不必亲力亲为,完全能交给一些手下去做,甚至手下会做得更好。 希望,组长能听进去,别暴露。 吴渊暗叹,悄无声息跟在吴启明身后。 两个时辰后,进阵了。 吴渊遥遥看着吴启明进入了那一座大阵,方才彻底安心下来。 回离城,吴渊强忍疲惫,选定了方向,迅速向离城方向赶去,上百里的路程。 终于在天色微亮时,吴渊遥遥望见了离城那高约五丈的雄伟城墙。 城门已开启,进城。 吴渊又检查了下银票和两件宝物,整理好服饰,这才大摇大摆进入了城门。 杨龙的开山刀?那是一柄好刀,至少是四品利器,价值上万两白银,让吴渊很是心动。 可谓避免暴露,他毫不犹豫便放弃了。 当吴渊进城不久,来自九云山附近两座县城镇和众多乡镇的消息,已如雪花般传回了离城,为郡守,镇守将军所知。 猎虎帮覆灭,整个离城高层为之震动。 徐府深处宛若军营布置的中堂内,猎虎帮帮助杨龙生死。 二当家李业生死,头戴青铜面具,擅长枪法,一人横扫整个猎虎帮。 徐将军震惊地盯着手中折报信息,他是谁? 徐将军震惊地盯着手中折报信息,是谁?